Hello 大家好 我是Mills 不經不覺2022年又快完結了 在我做一個正式的回顧之前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今年裏面有哪幾張作品我自己最喜歡 今年真是過得比早那兩年更加快 很奇怪 過得更加快 自己又不知道自己好像做了些甚麼 尤其是今年的疫情 在我記得是否一月左右 總之過年前就突然間爆發 變成很多東西都停滯了下來 是好像給我自己沉澱的一年 其實我只是2020年產生超過了100輯的作品 在這幾年裏面累積了200多輯相 其實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個超級的紀錄 在我自己就覺得作品的終極是一定要打印出來 當然打印就未夠的 打印了都好像一張紙而已 其實我自己覺得最完美就是將自己的作品 最後打印出來之後都要震動起來 當然我現在的作品這麼多 我就很難將一張都整起它 所以現在我就打印出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張就是這張其實是工作坊的作品 都不知道算不算是作品 是一個工作坊上課 我向同學做一些示範拍攝的照片 不可以說我刻意去做的作品 但是拍了出來我自己都滿意的 其實過去這麼多年我都不少喜歡的作品 其實是在一些工作坊裡面拍 在很短時間內拍了出來 又喜歡的作品都有不少的 這張就是其中之一張 這張是Patrick in the car 在戶外拍攝的 這輛車是我自己的車 記得在2020年 我都和Chloe拍攝了第一輯 在戶外拍攝的 我相信大家都有些印象 就是因為那輯照片 就有很多同學有很多朋友有興趣 所以我就搞一個這樣的工作坊 就直接和同學一起出去戶外 就曝光打燈一起去創作 這一張就是上課的時候的作品 包括造型、顏色 我覺得每種東西加起來都有一種夢幻的感覺 其實我自己的作品是很喜歡有這種感覺 不是很現實的味道在裡面 所以在這一輯照片裡 都刻意挑選了一件銀色的衣服 以及一些比較誇張的顏色的頭髮 配合我打燈的色調 所以這張作品我自己都喜歡 另一張作品我已經忘記了多少月影了 這張作品已經由我之前的工作室 搬來現在的工作室 所以空間大了一點 我就買了很多這些植物 砌了這樣的景色 我記得之前我在YouTube影片跟大家分享過 砌一個這樣的背景 其實有很多都是一個實驗性的性質 我搬來這裡反而創作不夠我以前的工作室內創作的多 我以前的地方小這裡一倍有多 但是在裡面的空間創作的東西比現在更加多 當然我剛才提及過 其實今年的疫情對所有東西都有所影響 還有今年我覺得是我自己沉澱的一年 因為之前一直做很多的作品 為什麼可以生產這麼多呢 的確是因為我過去這麼多年來 我是純粹工作 還有間不中才創作 所以有很多一些創作性的作品 在我以前主力去做婚禮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辦法實踐出來的 所以在疫情開始的時候 我就創作很多 跟我的工作沒有什麼關係的東西 就例如什麼微美人魚 或者是一些比較誇張的造型 那些其實已經離開了我以前做婚禮的方向 所以我突然間爆發 就會有很多以前一直想做的一些想法 就很即興地去創作它出來 我覺得當你不斷不斷地出現的時候 其實是需要沉澱的 當你覺得自己的腦子有些疲累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都需要沉澱一下 想一下 所以來到這個新的工作室 去做這一張照片的時候 其實我都是一些試驗性的 試一下在這個空間裡面 我是否可以做一些 我之前的一些小的Studio做不到的東西 我就嘗試一下 所以這張作品其實我自己的結果 我都很喜歡 尤其是綠色和膚色 黑色和這個頭髮一個橙紅色 做了一個很大的對比 這一張照片我自己到現在都很喜歡 再下一張作品可能大家比較少見 就是 因為通常多人喜歡的 多人喜歡的 可能就會是小報一點 可能就小報一點 又或者景色那些東西是多一點 我覺得是不知為什麼 多人喜歡看一些有景的照片 可能覺得這樣什麼都沒有 簡簡單單是比較少人喜歡 但是相反 我自己很喜歡這一類的照片 我覺得要塑造一個人物 我覺得這個挑戰和滿足感是最大的 因為的確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到這樣的表情 可以做到這樣的味道 要塑造一個人物 是比所有東西更加困難的 因為我覺得要主角眼神表情 要做到這件事我覺得是困難的 另一張就是美人魚 美人魚其實是我這幾年裡 是先開始的一個題材 其實以前 十年八年前 其實我都已經喜歡這個題材 只不過是 就是偏離我自己的行業太遠了 就是婚禮 我以前的都有一些創作 又或者是有一些古怪的創作都有 但是那些通常就 都一定有個服飾 還有可能都是傾向一些禮服 晚裝或者婚紗 而不是沒有那個禮服的元素在裡面 但是一去到這樣的創作上面 就真的變成一個純創作 這些都是我以前一直都很想做的事 但是就基於我自己的工作 還有我的教學 因為我教拍照 我沒有理由教執照 就是教合成的 變成這些都是我近幾年 我才自己去拿回自己 以前喜歡的題材去嘗試做 而這一張就是我 有這麼多張的人語裡面 都算是一張我自己近期很喜歡的作品 其實每個攝影師都會有一些東西 是走死了你自己的風格或者方向的 例如你覺得這樣是不行的 這樣是不行的 那可能某一些味道的作品 你就永遠沒有辦法產生的 就是因為你太堅持了 或者可以說你太執著這件事 所以有時候我都會去嘗試一下 那嘗試是怎樣來的呢 參考一些畫 好像這張照片 其實原意是參考一幅很掃描的 即是一幅畫 不細節的 那那個光線就是這樣 在臉上有一點暗暗的 有一塊光在下面走上來 那當然畫 你就很難說打燈可以跟得到 但是它會令到我會有一個 就是我更多的概念就是 就是不需要所有東西都一次過 這麼平均地表達的 就是太平均 反而現在這樣呢 那個光線一疊一疊 暗暗地照到臉上的其中局部的位置 其實我覺得那個味道 又會是另一種的味道 其實我自己 就是因為我自己以往沒有什麼 去夠膽去這樣做 所以這一張作品就變成我其中一張 我今年很喜歡的一張作品 這一張呢 大家如果在今年的年頭 又看我的影片 就是看我YouTube的影片的時候 都會知道這一輯相 是我送給我自己 45歲生日的生日禮物 就是找回我自己的攝影初心 有追蹤的都知道我初心就是 喜歡這一個風格的人像作品 而開始對人像攝影產生興趣 所以北京不覺有一年了 就是北京不覺 到今天也好 其實我這一類的作品都拍過幾次了 在這三年裡面 在這個疫情裡面我拍過幾次了 但是的確我其實是最喜歡這一輯的 我後面有一幅畫 就是最經典的 最多人看到 因為經常都會看到這一張照片 那張照片當然我都很喜歡 但是我覺得這一張我再重複 再重新去做的時候 我覺得這一張照片給我的感覺 比起那張更加強烈 尤其是他身上的這些布料 記得自己用手指擦爛 快布而擦出來 之後有些同學或者有些朋友 告訴我淘寶會有這樣的布料可以買得到 我都嘗試過買 嘗試去找 但其實做不到的 不是那些東西 不是那回事 如果你真的想做到這樣 一定要靠你自己去用那種布 而去撕爛它 擦爛它才可以產生這個結果出來 所以其實這個造型的感覺 相比來說 我是喜歡這一輯多於那一輯 所以這個當然都會成為 我自己今年最喜歡的作品之一 好 再下就是這一輯相 這一輯相其實都在我之前的其中一段影片那裏分享過 這一輯相跟另外幾張是一起拍的 有對翼的 還有我記得其中一張 我還說那雙鞋是Key上去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這一輯是同一天拍的 這一張照片我之所以特別喜歡 就是我自己雖然有很多作品是更加天馬行空的 例如加一些翼上去 有一些不同的風景背景在裏面 但其實我自己的初心 最喜歡是一些很簡單很乾淨的人像相 所以那一天拍了這麼多張 雖然其他那幾張我自己都喜歡 但其實要我拍一張出來 我反而最喜歡是這一張 因為其實我剛才已經提過 我覺得人物的表情 眼神這些東西是最重要的 所以這一輯相裡面有這麼多張 我覺得這一張是最能夠表現到 我剛才所說的幾個元素 眼神動作光線 其實整個情緒表達 其實我覺得在這麼多張裡面 這一張是最好的 記不記得我說這一盞燈 是因為這個打燈的失誤 而加上去 不可以說失誤 但是打的時候 就是因為這個要再承傳更多一些陰影 可以做得更好看 所以這個背景布是打光了 最後我就加這一盞燈下去 那就變得剛剛好 今年的創作真的不算是很多 但其實都有的 只不過你不是說搞到很花巧的東西在裡面 但是都花不少的心機 好像這一輯這樣 其實拍照的部分 就不算是非常複雜 拍照的時間不是說需要很長 但是在構思造型和拍照的時候 其實花了很多時間 因為怎樣才能達到那種角度 嘴的動的幅度 那個感覺 就是手指 所有的一些細節的東西 我那天都花了不少時間 心機去完成這一張作品 所以這一張作品 是我這麼多年裡 都真是罕有的東西 因為我一直以來這麼多年很想做 我今年其實已經說過 我很希望做一個系列 是一個商感的 但可惜就是 到現在 都沒有機會可以拍第二輯 我都很期待 希望明年可以繼續 持續拍這一個系列的作品 所以希望大家都和我一樣 這麼喜歡 好像越看越簡單 其實我自己是很喜歡黑白照的 所以我自己都有不少的這一類型的黑白照 我是自己很喜歡的 當然你說是不是很大眾化 很多人都很喜歡 其實坦白說又不是 很多人喜歡彩色 很多人喜歡 感覺沒有那麼portrait 都是那一句 我就是感覺 什麼為之portrait的感覺 就是你感覺它很classic 感覺它很表現到這個人物的character 是表現這個人物 就是很強調這個人物 不是一個普通人 怎麼可以突顯它的個性 它的特徵 我覺得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在這張照片裡面 完全表現到我想表現的東西 就是我看到主角 哪一部分我覺得哪一個位置是漂亮的 我都掌握在裡面 我覺得這張照片 是我今年裡面 應該說這麼多張裡面 真的是Top3 就是頭三張我自己是最喜歡的作品 好了來到近一點 就是這一張作品 這一張比較近一點 有follow我冰島這個trip的朋友 都應該有印象 沒錯了 這個就是剛剛好像上個月 就分享的一張作品 其實這一張作品 原本就是石沉大海 拍完就當沒有拍過了 因為大家如果記得有看一段影片的話 就是這隻飛機已經越來越不漂亮了 被人破壞 滑到花了 加上天色好像不太配 又多遊客 那我就幫model拍完之後 其實都沒有什麼感覺 首先 model那條裙子 沒有那麼長 當然也沒有隻貓 當然也不是星空 所以在整個拍照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是沒有想過Key照 因為我在這個trip裡面 不是工作 我是很想很Castle拍照 所以就算我拍了那一刻 我腦袋是沒有畫面想怎樣的 都是希望幫我朋友 記錄幾張像樣的照片 所以拍了回來 我覺得飛機又不是太漂亮 裙子也做不到很漂亮的一個形態出來 結果我收了一段時間 但是想想想 沒有照片交給朋友又不是那麼好 拿出來不如試想想 所以這張照片其實沒有做一些很複雜的touch up 也不花極多時間 都是一晚搞定的 換了個天 將這條裙子拉長 因為這道門其實裡面都是空的 裡面的地板是爛的 其實沒有東西看的 這個洞就大了 所以很搶人眼球去看這個洞 我刻意怎樣可以將這條裙子 將這個主角的部分延續出去 延長延續下去 令到別人看這個洞的時候 都會有更多的東西 會覺得是好看的 還有當主角的部分延續 主角就不是只有這麼小 主角就變大了 另外在下面這個位置 特意加了一隻動物 首先是模特兒自己 有養一隻貓 所以特意加了一隻貓 陪牠 這個構思都希望將這麼大的洞 填補了去 令到別人覺得這個位置不好看 再加多些東西 令到它變得更加戲劇性 所以這張照片最後出來 無端端就成為了我今年其中一張 自己最喜歡的作品 都不止是今年 已經算是我去了這麼多次冰島 裡面其中一次 我是最喜歡在飛機殘廈拍的 其中一張我最喜歡的作品 所以世事真是無絕對的 有很多時候你拍攝的時候 當你前期做好了 後期有些東西想去填補再做 再去撿 其實你都更有更多的空間去撿 首先前提就是 你拍攝人的部分 先用心拍攝 先拍好了 其他一些你控制不了 沒有辦法的東西 你可以回來再想一下 的確是有用的 所以這一張我自己很喜歡 最後一張就是上個星期的 是一張真是低鍵得很重要的作品 我自己很少的作品會去到這麼低鍵的 低鍵的定義就是 主角不是最高光的部分 不能說最高光的 例如當作是Sone System 主角一般來說都在Sone 8 八個位置左右的曝光 但是這一輯照 完全是把主角最重要的部分 全部都放在Shake裡面 簡單說在Shadow陰影裡面 我是很少作品是這樣的 這個都是其中之一 我自己很喜歡這一張的原因 因為其實我覺得我今年 是一個我自己沉澱的一年 其實我是很希望再想一下 我自己有些什麼是可以再改善的 又或者可以更多的一些元素 當然你說過去幾年 我認為過去幾年有更多的作品 都比今年的做得精彩 但是我覺得不關事的 每個人在不同的時期 去做不同時期的作品 也都需要在不同的時期 去得到一些不同的啟發 令到你突破、沉澱、再突破 去嘗試不同的東西 將來你也會有更多的想法 去創造你未來更多的作品 這一張我覺得是我今年的 其中一個大的突破 我自己拍的照片 全部都是一些很標準的一種曝光 我完全把主角擺在陰影的部分 我覺得這也是自己的挑戰 因為很多時候 highlights都在後面 好像勾了一條光邊給一個主角 你中間的細節 中間的東西如何呈現 和背景如何配合 雖然這張照片也是極度即興 無緣無故來到 我們先想想找些什麼 玩一下、拍一下 所以頭三沒有準備 什麼都沒有 之下我們就只有一條裙 嘗試用這條裙去做 所以的確在不同的時期 我自己都會去 希望可以接收到一些新的模式 或者講一些新的一些 拍攝概念方法 去令到自己有更多的突破 我之前拍了這麼多照片 我之前過去兩年疫情 是拍了這麼多照片 除了你逼自己 你都要自己是很想去做那件事 你才有機會拿到一張好的作品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說為拍而拍的 拍出來其實你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沒有什麼意義的 你可能拍完出來 其實 哦 不要了 拍完出來 就當沒有拍過了 因為 的確現在這個年代 我們拍作品 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坦白說 每一個都很珍惜 大家每一次拍照的機會 還有拍完之後 真而眾之 怎樣去撿你們的相片 最後怎樣去產生出來 怎樣去輸出 其實這件事都很重要 因為現在的確拍照 變成全世界 每一個人都可以在生活上面 隨便去用 所以說每一個人都可以拍照 每一個人都可以說 可以做一個攝影師 所以大家每一天去分享 可能你們的IG story 可能純粹兩天 有like就like 沒有就沉底了 不知道去哪裡了 要like的話就好 那一兩天就拿了 變成這一種這樣的態度模式 如果套在我們創作的作品上面 其實是很可悲的 如果你這樣想的話 因為一張作品 是不是真的說 花那麼多心機 就是為了你IG story 那二十四個小時 其實不可以這樣想的 因為如果你作品 不是為自己從心去出發 不是為了你自己 create自己的作品 而不是普通的一張照片 而create作品的方向的話 我覺得你是會很快放棄 因為你拍一輯照片 坦白說 花很多心機時間 無論你是即興不即興也好 其實在一個過程裡面 在一個創作過程裡面 你是必須要投放更多的心機時間 你是需要出發更多的東西出來 才可以成就到一張滿意的作品 所以我希望在未來的日子裡面 可以跟大家分享到更多 我自己未來的一些作品 我當然也希望大家在未來的新一年裡面 都可以慢慢重拾自己 對攝影的一些方向 和建立一個更清晰的態度 去創造大家自己的作品 下次再談 有一張嘉宗 更少和得反鰻 Shoutouts 然後請回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